大家好,我是高虎優待 這次我們改裝了GFB GFB的電控型 電控型的卸壓閥 我們現在已經安裝完畢了 安裝在左側這邊 這個駕駛座左側這裡 它這個是靠旋鈕來做調整 先開個紅火 現在開機 開機 它這個就分為小 跟大 就是它的閥體 開口 如果在左邊 它這裡有一個缺口 缺口對到最左邊 點壓一下 現在它的 卸壓閥的位置就是在 內卸 內卸的區塊 轉到底 再點壓一下 這個就是外卸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那個卸壓閥安裝的位置 這個非常方便 這個就是在車內 直接調內卸外卸的 運作 這個增壓管路 這個都已經換過了 我們將卸壓閥安裝在 左側 左側下面的位置 左邊的電線 這個是電控馬達 在線組 好外卸 好來 再調 好來調外卸 好轉回內卸 好轉回內卸 解決 含 含 含 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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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